见到你的就见到救醒的 就是这种 就是说我有希望的 这种病挺难治的 对对对特别难治 习义也没想到难治之 是 老中医一招就拯救了这个无药可治的女人 在这之前 这般病痛对女人来说多么的折磨 但如今的她就好像重获了新生 就这段时间我身体好了之后 我天天都可开心可开心 谢谢你啊 张老 张老名叫张琪 曾荣获国医大师的称号 她没有拜过什么名师 全靠自己平时读书钻研 她的一生所信奉的信条 只有两个字 实践 张琪觉得 伤寒论是张仲景的实践经验总结 而叶天士的实践是温病学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固然可以看得更远 但想要自己成为巨人 就应该给自己也写一本伤寒论 张琪除了临床经验丰富外 还对自己特别有信心 她平时就十分反感 一些医师在辩证不清症状时 开葫芦房 她认为就应该对症下药 大方复制 曾有一位钢铁厂的工人 在火灾中因氧化碳中毒 导致脑细胞坏死 在所有人都不抱希望时 张琪开出了一位药方 服用一百剂后 病人居然转为为安 多年来的行医经历 也让张琪看到了许多问题 西医虽然在许多领域 治疗效果更好 但也有例外 比如肾病 夜间一直以来 对肾病都没有很好的医疗手段 西医也是如此 而且治疗费用昂贵 穷人根本看不起病 张琪意识到 这是中医的一个机会 于是她下定决心 用中医功课圣级 这一定就是四十多年 这些年来 张琪不断关注相关领域 其间也摸索出一些药方 但毕竟是一条没有先见的道路 想闯出去有谈何容易 但张琪知道 自己不会就此停止 因为除了对中医的满腔热爱以外 她心中的那股责任感 也会一直驱动着她 看到这里 各位小伙伴不妨来个关注三连 您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